大家好,我是美食小厨娘 今天带大家制作烤羊排 首先将洗好的羊排改刀 将切好的羊排放入盆中 放入切好的洋葱丝 再将菠萝汁挤出 挤羊排增添一些果香气息 撒上胡椒粉 加入盐10克 倒入20毫升生抽 将羊排与佐料充分抓匀 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 冷藏3小时 现在准备酱料 自然粉和自然粒各30克 辣椒面20克 黑白芝麻20克 盐5克 蜂蜜10克香油5克 加入食用油20毫升 搅拌均匀 倒入烧热的食用油 刺激出香料的香味 这时香料就做好了 将锡纸平铺在托盘上 放上腌制好的羊排 刷上制作好的酱料 每个地方都要刷到 酱料要涂抹均匀 现在将羊排放入烤箱 上下火200度烤 40分钟后 烤20分钟左右将羊排翻面 这时羊排已经烤好了 现在给大家看看烤好的羊排 羊排外焦里嫩 喜欢美食的朋友 记得关注美食 美食小厨娘